再有本地感染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分別是住在荺木樹村的66歲女人 和她住在荃灣的5歲孫女 也沒有去照顧她的孫女 所以她的孫女才去了婆婆家居住 所以她沒有去過母親節的宴會或慶祝 她平時會到羊屋街市買菜 再去兒子在荃灣卓明樓的家裡幫忙照顧孫女 孫女就去過補習社 也去過外婆在大角咀庫榮花園的家裡 和在奧海城吃飯 除了兩媽孫 其餘六個家人都出現咳嗽、發燒等症狀 全部都送去醫院治療 至於老婆婆的丈夫沒有病徵 本來已經入住檢疫中心 但是據了解她亦都中招 患者居住的兩座大廈 全棟住戶和附近街市當犯都要做病毒檢測 究竟這個是不是社區爆發呢? 當然如果有本地的個案甚至兩宗 雖然是相連 都是表示這個社區有些隱形的傳播鏈 因為我們未找到一個很明顯的源頭 當然也不排除有機會陸續有些個案 甚至有些社區的大爆發 當然我們希望不想發現 不想發生這件事 所以才會將這些病人周圍的人士 即有機會接觸的人士 都會安排他們做一個檢測 但是現在最多只能做到二、三千個 23日零本地確診斷纜 那麼放寬了的社交措施 是不是要收緊呢? 現階段 政府認為暫時無需回復在三月底 實施一些那時比較嚴謹的措施 即是說 在5月8日更新了一些減少社交接觸的指示 是會繼續有效的 當然 同時我們會繼續檢視疫情最新的發展 按需要作出適時和適度的調整 東網記者唐善如報道